感动一点一点 种满心的花园 华语乐坛天后 coco李文金传逝世享年48岁 二姐李思琳也发文证实二号 消息一出震惊华语娱乐圈 非常想念大家 我在努力努力 想念你们 我也非常想念你们哦 爱你爱你 李文逝世当天40秒录音档曝光 即使最后一刻也心细粉丝 李文不仅仅是唱跳天后 一直以来更是不断传递 开朗乐观的正能量 一天你就有好心情 大家好我是Coco李文 我真欢迎大家 你说对吧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李文出生于香港 出生前父亲因病去世 由母亲独立抚养三姐妹长大 九岁时全家移民美国加州旧金山 怎么会想到到香港去参加这个歌唱比赛 两个姐姐在香港 对 其实她们 那时候两个姐姐在香港 那就是回去看她们 然后就去报名咯 试试看咯 小胖妹这样子 我想肯定不会打另外给我 就是叫我去面试 肯定不会了 诶 真的打咧 我是第二名 我整个人是傻子 我没想到因为三万人去参加 原本想仿效母亲当个医生 但十八岁时回香港偶然参加选秀节目 被唱片公司看见 妈妈是超严格的那种 两个姐姐唱歌比赛冠军 然后都有唱片公司合约 妈妈说不可以 out of your mind 就是你疯了不可以 就是你要进去大学 然后就是要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 所以就是不让她们 可是呢就是大姐这样子 然后就二姐这样子 轮到我 怎么就是妈妈觉得好像是天意 我们家的女儿都这样子 我妈妈觉得是天意 好像在天在跟她说 其实你的女儿是适合做这样的 然后呢我妈妈就好吧 就给我尝试一下 李文小时候家境不好 两位姐姐虽然曾选港界 又是歌唱比赛冠军 但都被妈妈严禁踏入演艺圈 直到李文十八岁踏入演艺圈 甚至放气面大学 选择赚钱供姐姐们读书 我们三个女孩子 都是那种互相照顾 互相体贴 然后呢互相保护 我两个姐姐非常照顾我 非常非常照顾我 我记得我是新人的时候 没什么钱 那时候没有办法买那个衣服 我二姐把她的薪水都全部用来买衣服给我穿 I wanna run to you I wanna run to you Tell me will you stay or will you run away 李文1994年在台湾正式出道 遗嘱大哥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一炮而轰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我依然爱你最深 不仅将美式唱腔带入台湾乐坛 更拿下当年最佳新人奖 我从出道那个时候 我是个新人 哪一个地方给我机会是台湾 所以在我心目中 台湾真的拥有一个 所以special的地位在我们心里面 Always 到台湾就是第一个通告是个电台 然后电梯出来的时候呢 所有的工作人员排在那儿 欢迎我然后洗我给你一下 我那个马上就飙累了 我觉得好感动 你知道吗 就是台湾的朋友们就是这样子 I felt so warm 我是觉得很温暖 为什么 世界毫不公平 在随间哭泣 穿练所有的距离 一定会到彼此身旁 因为我们是对方的翅膀 1998年堪称Coco年 李文推出快歌滴答滴 滴答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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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不仅赴予音乐全新的视觉感受 专辑更在全亚洲销售高达180万张 创下台湾90年代最常销专辑之一 全世界只有你不懂我爱你 不仅如此 李文知名度红到国际 不但为世界杯足球赛演唱主题曲 颜色 奥主委会找到我 然后希望我唱这个主题曲 那接到这个电话我非常非常的高兴 就是觉得非常光荣 因为全世界的华人都为了这一刻非常非常的骄傲 1998年与成龙共同替中文版动画片 花木兰 配音 并演唱中文版主题曲 自己 我眼中的自己 每一天都相信 迪士尼的这个总监 因为他听过很多歌手的声音 在studio唱的时候 他也在配唱跟我一起配唱 然后他就很夸奖我 说一些非常鼓励的话 他也有鼓励我 我应该往国际发展 2001年3月李文为李安指导电影 《卧虎藏龙》演唱主题曲 《月光爱人》 也入为最佳电影原创歌曲 我会觉得这个歌的style不太像我 因为以前都是比较hiphop或者R&B 就比较外国味一点 这个歌比较古典 我一直没有唱这样的歌 所以我说 这不太像我的味道吧 然后呢 我本来是说no 然后我给妈妈听 妈妈说 她说当然要唱这首歌啊 录之前呢 李安导演就有打一通电话来 她说Coco我知道你很R&B的 可是这首歌千万不要R&B 李文成为首位登上奥斯卡献唱的华裔女歌手 北极星 带我走 别躲藏 作画像 我的期待 如果你把他上奥克斯卡献唱 类似这是让我 作画像 你谁都要感觉 我老的首歌 我的情人 我的心 我的梦 我的灵魂 给一个人 李文2011年 与大16岁加拿大富商Bruce结婚 两个在一起八年 然后我们是 其实真的是一见钟情 浩资六亿的世纪婚礼 引起全球关注 李文婚后 也将老公与前妻所生的 两个女儿事如己出 Bruce是唯一一个男生 我妈妈喜欢 唯一啊 他看到我这么快乐 他也接受了 然后再加上Bruce是一个 他真的看到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人品很好 人品很好 非常非常好 所以他很信任Bruce 他是个好人 他不会害我 对李文来说 布鲁斯亦父亦夫 也是唯一一个 妈妈认可的男生 为了爱情 李文愿意牺牲工作 特地空出时间 只为陪伴老公 有时候要飞来飞去 那比如说 他要飞去纽约 那如果我可以的话 我当然就把我的时间 我的schedule 是安排尽量 我可以陪他一起飞来飞去 因为他希望我在他身边 那我在他身边 他比较开心一些 那可能我就可能 要牺牲我的工作 或者牺牲我家人 那我就陪着他 照顾他 一直希望有自己宝宝的李文 尝试了九次人工受孕 2017年李文一度以为怀孕 没想到却换来一场空 那时就想象关于孩子的事 后来确定没有怀孕 大哭了 一直给人婚姻幸福形象的李文 近年来却屡次传出婚变 能不能回到过去呢 过去那种快乐 黄游的爱着 布鲁斯被爆婚后 偷吃嫩妹 三度婚内出轨 两个妓女却都站在爸爸那边 让他感到孤立无助 李文在去年底搬出了爱潮 与此同时李文的健康也出状况 一度暴瘦到剩下42.3公斤 爱和信念是我最喜欢的两个词 我一直深深的铭记在心中 这两个词 可以让我们来度过这艰难的一年 Oh baby 断了吧 好与坏都断了吧 不幸福还有什么值得掙扎 不要为我担心太多 我的快乐不为谁 就是我一直这么多年 我都一直隐藏 就是我天生我的左腿 是有缺憾的 叫缺憾吗 缺陷 今年初李文揭露自己天生左腿有缺陷 并准备进行骨盆与大腿的手术 我其实左腿是没有力 所以我所有的力是要放在一边 然后我每一步 走的每一步路都会痛 所以大家走的一步 对我来说都是有困难的 这时外界才知道 李文一直以来都是靠着单脚支撑 在舞台上发光发热 从没有透露半点为言 因为小时候有这个恐惧 就是做完手术就会走不路 所以我会害怕 我会害怕如果我在做这个手术的话呢 有可能会走不了路 有可能跳不到路 有可能跳不到路 所以我会暂时不想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每一天我都尽量去 Live my life Do my best 就算是一个挑战 就算是有困难的 But I try my best 我去忍受 你再找路 或啥都会发 什么时候 我给大家做 一二三 一二四 你找到窝蜜吗 我就在社交又轮达 好 好 不 好 小 少 来 我们看这个为了窩蜜 你 来 你看 快快快 快快快快 啊 啊 can't believe i actually need this just packing taking packing 李文開刀反家後 努力練習走路 更高喊自己是女戰士 啊 warrior baby female warrior 暫時女 暫時 我願意 我知道我可以冒險 不管挑戰 千萬別 去改變 只為就好心切 創造的 一次又一次經驗 想對你說想對不起 用錯的方式去演你 That has overcame a lot of things and I'm still standing and I'm here to you know, hopefully inspire all women all girls that you have inner strength and you just have to believe in yourself and love yourself know your worth and go for it 今年二月李文在情人節前戲推出新歌 所以 離開你是我最好的安排 你還不明白 我竟會來 並在微博寫下 離開是最好的安排 It's too late for I love you 愛情走到這裡 一個詞 Tragic 讓外界推測是在形容與老公的婚姻關係 一直給予大家正能量的天后李文 如今卻傳出世事享年48歲 二姐證實李文長期飽受抑鬱症所苦 李文最後眼神變得空洞 更有知情人士透露 李文半年前罹患乳癌 甚至隱瞞媽媽獨自抗癌 當時她一個人進醫院 丈夫卻獨自旅遊 令她直呼 真的很痛心 為什麼那麼傻 我愛 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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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原本是Coco出道30周年 李文一直在舞台上發光發熱 為華語歌手在國際開拓一片新天地 即便逝世 但她的光芒永垂不朽 花月時空 是你留下的愛 我離不改 帶著昨天回首告別的我們 是那永恆的存在 愛化作星海 愛